嗔恨与苦苦惧 成灰以为心 前面游游句是瞬间 称对的时候是逆境 我人 你不喜欢你讨厌你 你感觉到苦啊 苦惧 所有一切苦的现象都现前了 都是你不喜欢的 他都现前了 你就对他诚恨 我们一般讲说 你就有怨恨 这是臣的心 乐阴经上讲 成灰感应的是火灾 大三灾里面的火灾 现在先前了 地球温度不断上升 火山爆发 气候异常 这全是成灰 科学家告诉我们 地球在太空当中的旋转 不是规则 明年 二零一二十一月二十一号 灰火对齐 这个现象 几万年才有一次 这我们碰上了 就是 灰火的中心 跟太阳地球 排成一条直线 这是一种自然天象 太空当中 星球运行 恰恰这个时候 排成一条直线 灰火中心 是黑洞 引力非常大 连光线都被它吸进去 科学家担心的是什么 这个引力 会引发太阳风暴 那太阳风暴呢 会影响地球 太阳风暴 如果太强烈了 通常太阳风暴 是小风暴 有周期星 是一年 一次 那么这个可能 会变成很大的风暴 一般风暴 大概要两天到三天 它才影响地球 但是曾经有一次 这科学家记录 有一次半个小时 就到地球 就影响地球 怕这种风暴 在明年会 引发地球的海啸 它会把海水拉起来 要拉个一半米 就不得了 它骑上去了 能够引发火山爆发 所以火山地震海啸 一起来了 这是灾难 现在科学家 还没有方法来防止 只知道有这个状况 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 都是我们贪嗔痴 引发的 如果我们把 晨慧 化解 这个温度就大发量降低 就不至于那么严重 贪心收敛 不至于有大水灾 这个水灾 我们看上去 很可能是海啸 海啸实在是 非常可怕 成灾 地球上温度上升 科学家告诉我们 这个大的灾 可能迎求地球 磁场变化 就是南北极对调 南北极到哪里去了 到现在的迟到 也就是 现在迟到这一代 将来是最寒冷的 那么最热的呢 最热的就是现在南极跟北极 它两个对调了 这一对调麻烦大了 北极的动物植物不能生存 太暖了 吃到这个热带的时候 动植物也会死亡 它太寒冷了 不能生存 不能适应 那就是地球上大灭绝的灾难 这一对调麻烦 都不有 我会死亡的 我会死亡的 那是 我会死亡的